欢迎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庭乐安居 我是节目主持人胡逸轩 通常很多朋友都说 喜欢家里的清新感觉 所以买了一些空气清新剂 甚至乎用一些物品去披露家里的气味 今集的节目中 我们请到鼻腸炭专家梁先生 跟大家聊聊聊 梁先生你好 你好 通常很多朋友喜欢买一些鼻腸炭回家 可以披露家里的异味 甚至乎有很多种用途 其实鼻腸炭是什么呢 鼻腸炭正式来说是白炭 白炭如果有纪录以来 就已经是唐宋年代 就已经有这个使用纪录了 当时来说是一个朝廷的贡品 一般的平民百姓是不会接触到的 用在御厨里面煮食 和一般他们的保存食物的用途 直到去到日本的时候 大约是江户时代的元禄年代 就由一个他们简称叫鼻腸的长者 就将这个炭叫做发扬光大 以及推广这个功能 后人就为了纪念这个长者 就将这个白炭 统称它叫鼻腸炭 鼻腸炭就是这样 其实也有很长的历史 其实在鼻腸炭的制作过程当中 又是怎样的 今天我知道你也有带了一些相片来 可以和大家一起 可以看看制作过程是怎样的 其实那个制作过程 我看到现在很大棵的树斩了出来 是吧 是 那这个是怎样的呢 鼻腸炭他们制作之前 他们要选一些 要年龄超过30至40年的硬木 才可以做的 一般来说他们斩了来之后 他们要放在户外 我们广东人叫牛 牛四年左右 让它里面的木质 由发象收缩发象收缩 习惯了之后 它那个木质就会更加坚硬 然后才再拿去做这个切割 切割完要我们要的长度之后 再拿去户外再封干多一年之后 然后才再将这些炭 放在这个窑里面去炼制 看到这个就是那个窑 就是它烧那个鼻腸炭那里 但我看到那些窑 为什么又特意穿洞 接着我看到那幅图的右上角 我看到它好像多了一条管道 这样出来 其实是怎样的 有什么用的呢 它穿洞那里 其实最主要来说是疏气 因为它炼制过程里面 它已经达到温度到1200度 如果它房子太热的时候 第一危险 第二就是它那个疏气 会做得没那么好 另外一个东西就是 就是它旁边有条管道 就是用来做什么呢 就是会生产一个鼻腸炭的副产品 那个副产品就叫做蒸馏竹槽液 一般用在驱虫 如果稀释了之后 就可以用在皮肤方面 也有很多种用途 原来烧鼻腸炭的过程之中 都可以有很多另外一些产品出来 是的 刚才这样在摇里面去烧的时候 烧完之后 或者可能也有很多不同的步骤 是吧 其实这些图片可以继续去 我看到这个 其实这个步骤已经去到哪里 刚才那里 这个就是将一些木材 摆进去爐里 初年的时候 它第一次练 就会用400度左右烧 把它烧成炭 然后它会把它关火 关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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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关火 它会再进行第二个程序的烧炼 第二个程序的烧炼 就是将这个温度提升至1200度 这个就要立刻高那么多 是的 要高温精炼 这个过程里面 就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这个是不停地烧 不停地烧着的 烧到那么多 它们就会将烤炼的厚封 就会封住 这真的是封住 是的 可以在里面吐 到三个星期后 它们就会再开烤炼 就会拿出炭 那时候拿出来 就即使用一个叫做烧火粉 就将烤炼整熄它 即是扑熄它 是的 如果不是那些炭就会变灰 在这个情况下 这个红色 我看到烧出来的木 其实这些也是鼻肠炼 鼻肠炼 已经是成品 这个已经是成品 是的 但是我看到我们平时的鼻肠炼 黑色 现在变成了红色 又好像刚才你所说 用那些烧火粉 去扑熄它 是的 我看到烧得一支支 也很漂亮 烧到漂亮的时候 就是这样 是的 这个就是怎么样 这个就是它在精炼之前 炭的时候的情况 你看到它的顶 有些其实它都会变灰 是的 那些就不要了 那些就不要了 全部都不要了 因为那些已经不合规格 而且质地是做不到鼻肠炼 所以它们就会在这里 实在选一选 这里就是烧好 做好之后 剩下的那些碎炭 那些碎炭 那这些碎炭就不要看它碎 它也有用的 那用来做什么多呢 就是那些碎炭呢 这些碎炭呢 通常会用在摆地方 和一些大型的过滤系统 哦 这样的 是的 除了水炭之外 接着下来 那这个就是 已经是 地长碎成品之后 要拿出来的了 是的 譬如烧完之后 它们会选择 譬如 现在你看到有些白色的那些 那些一支支白色的 它们都不要了 不要的 不要的 因为那个品质是不行的 那它们就会选择 和分类先 是 黑色的那些就会拿出来 它们就要 接着就会人手切角 要不可以用基尼切角 基尼切角 高速的话 鼻肠炭会积一碎 哦 原来是这样 是的 所以它们用一些 类似的斧头 慢慢的 慢的速度 去慢慢整 它们的鼻肠炭 会齐整切口 要那个长度 就是那个长度 这个就是那个 切口 是的 切好之后 就比较漂亮了 是的 那我们有另外一张 是怎样的 这一张 就是处理好 连那些 刚才我说的 消火粉 都清理了之后 的成品 的鼻肠炭 这个是叫做洗干净 清理干净 是的 我看到 你会发光 市面看到的 就是这样的 哦 原来是这样 就是在那个 过程之中 就是整好 就是这样 这个也是什么 这个 这个就是鼻肠炭 在显微镜之下 看到的 那个 我们叫做 多孔质的 头组结构 是的 里面就看到很多 我看到在那个圈圈上面 圈住的 那些是什么 那些 就是在 鼻肠炭 在过滤这个 空气过程里面 将空气 原浮里面的 层粒 就 卡住 卡住 遗留在那个 结构的表面 这个 就拍了出来 就是告诉人 哦 炭可以将一些 塵粒 或者一些 圆浮的粒子 可以 隔除 从而 做到一个 类似 空气过滤的效果 哦 原来就是这样 但是就刚才 看了过程 和里面的 那个 橙片里面是怎么样 其实 非常炭 和我们普通 一般来说 用来BBQ 就是用来烧烤用的炭 其实最大的分别 在哪里呢 避长炭 和普通烧烤炭 最大的分别 就是 普通的烧烤炭 就会用 这个400度 就经过一个星期 练制的 而避长炭 就 有指定的木材 去烧制之外 另外还要经过 1200度 去练制 那经过一个月的时间 练出来的 他们才会做到一个 避长炭 应该有的效果 是什么呢 就是说 避长炭 本身拿上手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 沉重的感觉 就是比较重 对 可以 真的都比较重 大家可以 感觉到 如果真的 不同 我们普通 可以 去BBQ 的时候 用那些炭 真的有一种 很沉重的感觉 除了重之外 也是 另外 另一样 就是它的环切面 就会有一个 类似金属的 令面 效果 很令面 一定有 就是反光 大家可以看到 反光的效果 都很令面 大家可以看到 反光的感觉 就是在这里 我看到真的很漂亮 烧到好像有些黑色的黄金的感觉 是的 所以也有个别名的 有些 台湾的朋友称它 叫做 黑鑽石 黑鑽石 是的 其实 那个悲长炭来说 刚才你说 用一个 达定的木材 去烧 其实是用什么 木材 一般来说 就会用 麻木兼木 烏光木 和青光木 这些比较硬的木材 去烧 但是 现在 譬如有些 东南亚地方 或者台湾 它们会用一些 双丝木的木材 去烧制 因为这些木 比较生长快 但是 它们的结构 比较散 所以做出来的效果 就不够 刚才我说的 那三种木 做出来 那么结实 和耐用 因为 鼻长炭 其实说 最主要的 一个 重点就是 它是永久使用的 如果它不是永久使用的 那些已经 其实不是鼻长炭 因为 刚才我都说 有记录的 是二千多年前 那 在那时候 已经 有记录 正在用 而且 在日本 亦都有记录 发现到 在坟墓里面 在三百多年前的坟墓 亦都有用鼻长炭 这种东西 而发现的时候 那些鼻长炭 都还是 正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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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面的 储存的物件 和所有的 屍体 都没有氧化情况出现 嗯 听到这里的时候 很明显知道 其实鼻长炭 是一个非常有用的 一样东西 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继续家庭落安居 除菌 防媒 辟味 一枝鼻长炭 淨化家居 没有困难 全港唯一鼻长炭 专门店 炭资源 自七十年代开始 香港每年都会诞生 傑青 他们来自各行各业 他们工作表现优秀 而且肯回备社会 傑青 未必一定是亿万身家 也未必一定是零中零人 之所以因为是傑青 是因为他们比别人付出更加多 一个请他们上来 聊聊天 聊聊自己 聊聊社会 聊聊如何清出于难的节目 清出于难 一定 聊聊聊 潮流夜 热满夜 以前玩不少 等我们的四哥 带你们看清楚游在香港 开开心心买美东西 还跟嘉宾聊聊天 带你们享受一下 四哥带你四位游 你还不跟着你? 一个真正享受优质生活的频道 由Aplus开创 继续回到《家庭乐安居》 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胡逆轩 今集的节目里面 我们继续请来 就是臂肠碳专家梁先生 和我们聊聊聊 梁先生 上一节的时候 就和我们讲了很多制作的过程 就是臂肠碳 其实有很多朋友都想知道 其实臂肠碳除了可以过滤空气之外 又可以除臭 又吸湿 总之有很多用途 是 其实为何他们会做到这些效果呢 臂肠碳的吸湿 除臭和淨化空气的效果 其实最主要就是在臂肠碳 链制过程里面 过去那个用 因为我刚才说 用1200度链制 它将这个火力 在链制过程里面 将这个热度 转化成为一个叫 软红外线的波段 而链制了 压缩在鼻腔碳里面 软红外线 一般都听过 用在身体健康方面 但是在鼻腔碳有什么用呢 就是鼻腔碳的软红外线 它会将附近环境的湿气 将它变成一个 我们肉眼看不到的水晶气 而蒸发了 哦 那 那我们肉眼 我们看上去的时候 它干爽了 就以为它吸湿了 嗯 其实是一个很科学的 问题 问题 所以 因为这样 而做了一个 类似吸湿的效果 但是如果 与其说它是一个吸湿的效果的话 不如说它是一个 我们的天然的水分蒸发器 比较好 因为吸湿的话 它会有满的一天 我们要扔的 嗯 但是如果你说是蒸发了的话 它永远都是这样走着 不需要处理 不需要扔 不需要整的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它 和我们用了那么多 那么久 我没有听过 有被长炭说 吸满了 所以要扔的 这个情况出现 嗯 反而其他东西 我就听过 嗯 譬如说 就不像 平时我们买的吸湿剂 就是满了 它就变成水 就要扔 是的 基本上被长炭 就是影响了 附近的空气 令它干爽了 是的 所以就变成 淨化空气之间的水分 就不是说吸了它进去 不是吸 是将它蒸发了 蒸发了 蒸发了 也是因为这个蒸发的关系 那些煤 平时我们闻到的味道 和一些空气的煤菌 它们因为太干了 它们也不容易生长到 因为不容易生长 所以它们就会容易消灭 消灭 变成空气间接了会没有味 所以我们在正常一般的情况之下 就会觉得 是 做了一个吸湿脆臭 和蒸发空气的感觉 其实因为它是将附近的煤菌 和水分蒸发了 就是一起杀死了那些煤菌 其实有很多朋友 家里都说可能养小动物 其实养小动物的朋友 又应不应该放鼻腸蛋在家 其实是应该的 因为其实小动物本身 身体上会有很多的微菌 和毛粒 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 那这些微菌和毛粒 它在空气飘浮的时候 会引致很多鼻腔的症状出现 那 不要说小朋友 大朋友有时候 都可能 未必可以的 这些情况 那如果摆了鼻腸碳 在这里的时候 那鼻腸碳 它本身有一些 叫做多孔质的结构 那这些微粒和毛粒 它们不会经过 经过不了这个结构 那就会停留在鼻腸碳的表面 那 留在表面之后 我们相对地 我们吸到的空气 都会少了那些粒子 就是清新了 清新一点 那除了可以说是 淨化了空气里面的一些 就是 我们说 伤害到人的一些微粒 或者是要素之外 其实我就知道 那些人就说 可以淨化水的 其实是不是真的 是的 其实可以的 那 那 一般我们用鼻腸碳 淨化水的程序 其实都很简单的 那 那 一般 用的 就会是一些 大约10cm左右的鼻腸碳 那 就 用之前 一定要用 滚水 煮10至20分钟 那我个人建议 我通常都建议是20分钟的 因为 它的作用就是 杀死里面的微菌 以及运送过程里面的尘粒 把它煲出来 把它煲出来 把它煲出来之后 然后 煲了20分钟 就把水全部倒进去 那支鼻腸碳 就可以直接放进水里面 那大约 一支鼻腸碳 可以处理到 500毫升的水 大约30分钟之内 就可以喝了 嗯 这次 梁先生 也想示范一次 避场碳 如何可以在水里过滤 比如说 我们前面这里 也放了两杯水 这个避场碳 就是 你之前跟我说 已经煲好了 是的 现在这两杯水 就是 是可以喝的水 是的 其实 一杯未用避场碳浸过的水 以及浸了避场碳的水 其实 分别是 在于哪里 会不会味道上 都会有些不同的呢 第一 味道上会有少少不同的 是 因为碳本身 它在联制过程里面 会有一些 天然的矿物质 会晶联在里面 在浸水的过程里面 那些矿物质会释放出来的 嗯 电上的水 会有少少矿物质的味道 嗯 还有呢 刚才我都说 碳是一种吸附作用的 那吸附作用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 它吸水进去的时候 会经过它本身的多控质 嗯 那多控质呢 就是 有什么用呢 就是在 将水里面的水分子束 打小它 怎么打小呢 其实就是 它经过 因为水分子束的结构 比多控质的大 那它经过的时候 就会相对来 降下降 就是切下切下切下 之后 水分子束会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那我们喝进去的时候 口感就会相对来滑了 嗯 那很多时候 如果日本方面的茶道 会要求用鼻肠碳浸过的水 才用来沖茶 就是很严格的 他们的饮用水方面 也是 是的 或者这样 就是这个 刚刚已经浸过鼻肠碳 也有一段时间 就是这个 我想也有超过三十分钟 都已经浸过 或者可能 不介意的 我可以示范一下 其实这杯 就是一个正常的饮用水 是的 或者可以试一下那个味道 就是好像平时我们喝开水的味道 没有一分别 是的 就是我觉得那个 口感方面 就是平时我们正常喝开 香港那个东江水 也有过滤过 就是叫做 但是那个感觉 就好像都是 一般的 不过呢 这个就是浸了鼻肠碳 但是 大家可以首先可以见一见 其实我想问就是 浸过鼻肠碳的时候 我看到鼻肠碳里面 就是好像有些气泡 其实那些气泡是什么呢 那些气泡是什么呢 就是水经过鼻肠碳吸附的时候 那些 停在鼻肠碳里面的空气 嗯 因为水迫了那些气泡出来 所以你看到 有很多泡泡在那边 嗯 那越干净的碳 就会越多泡泡 其实 越干净就会 那现在我看到也有很多泡 现在有很多泡泡在里面 就是很明显 很健康 不如我现在试一下再喝一下 那究竟那个感觉是怎么样 大家可以看看 这个不是可乐 这个真的是水 好吗 是的 就是喝下去 我觉得那个感觉 就是明显滑了 而且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那种 就是我们俗称那种叫做 有那种腥味 对 那种水的怪味道 是的 那种怪的味道 例如说 可以口干再喝一口 可以再喝一口 就是感觉是很不同的 好像感觉到 味道就没有那么重 就是好像过滤了之后 就有清新一些 它会将一些 水里面的氯气 那些粒子 都会 怎么说 停留了在那个 刚才我说的多孔质里面 所以水里面那个 氯气的 青青洁洁洁的 那些怪的味道 就会相对地 会减少了 但是呢 如果浸水的碳 我自己个人建议就是 每隔一至两个星期 就一定要翻煲一次 翻煲也是刚才说的 就是将那些 吸入里面的 有害物质 化合物质 以及一些 我们对我们没有益的 不知道什么 细菌 细菌 或者其他东西 全部熬出来 那 让那些碳 继续在最干净 最清潔的情况之下 继续给我们自己用 因为我们也不想喝到 一些不干净的水 对啊 或者我刚才试饮了 那个是煲过的鼻腸炭 就是用一个 刚才梁先生说的 可以说过滤了 水里面的一些 不好的东西 但是我发现 其实在这个桌面上 都有很多不同尺寸的 鼻腸炭 比如说 这些这么大支 和这些 我们比较幼身一点点的 其实那个用途方面 会不会有些不同呢 首先 用途方面 其实大致上都会差不多 都是吸湿 除臭 和淨化空气 但是我们会把碳分类 分类 分类是分长短 和粗幼 和碎碳 会分这几样的 用在哪里呢 比如说 我们有装饰功能类 就会是这一只 和这一只 就会比较长 身小小 更粗一些 一些是普通家庭用的 就会放在哪里呢 就是放一些衣柜 鞋柜柜 櫃柜 雪柜 那些地方用的 这些就是碎碳来的 碎碳 就会放在哪些地方呢 比如大型的过滤系统 或者一些可能就放在一些 比较阴暗潮湿的地方 比如厕所 洗碗盆底 那些地方 因为那些地方 不需要放到太漂亮的碳 因为也浪费了 其实我都不太建议这样的用法 这些其实就这样放出来 就已经OK了 听到梁先生和我们讲解了这么多 关于鼻肠碳的一些知识 甚至乎 原来鼻肠碳 可以过滤水里面的很多细菌 甚至乎病毒的时候 大家可以喝得健康一点 今集的家庭和安居的节目时间 又到这里了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如果观众对今集节目内容有任何查询 欢迎浏览以下的网址 www.vitalcharco.co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